去年8月在活動上 信誓旦旦說2017年底會發片 沒想到現在卻銷聲匿跡 Alpha 夏俠軒已經好久 沒有公開亮相 就連已經接下的尾牙場合 都臨時放鳥 我覺得很意外 因為我這期間 才知道尾牙的尾牙 找來蕭敬騰上場救火 今年2月夏俠軒 臨時變卦不出席富邦集團 台北長尾牙 甚至爆出她本來4月 在中國北京 上海 廣州等 十多個大城市 舉辦13場演唱會 但現在通通不唱了 據傳就是因為 她的健康已經亮紅燈 週刊直擊 日前一名女中醫 從夏俠軒的愛車走出來 直奔中藥鋪抓藥 讓粉絲相當擔心她的身體 夏俠軒的經紀公司表示 去年她會新專輯 到洛杉磯練舞 沒想到身體開始出現狀況 常常劇烈頭痛 甚至一個禮拜莫名高燒 因此才決定暫停所有規劃 要專心養好身體再出發 從那場跳方面 下足功夫的香雅軒 根據了解 就是因為推出新專輯 壓力擴大 讓體弱的她無法負荷 才得了怪病 至少已經取消了 中國13場商演 估計報酬損失大約台幣 1.2億元 三星人綜報道